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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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让人觉得有那么一些 怎么说呢 衰败的感觉 但是一进到这里 好绿意昂然 仿佛有一种错觉 我好像来到了江南水镇 你有没有 大概你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里 可能你已经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岂不知外面的这些人 他们是有多么的辛苦 他们要和寒冷的秋冬季节做抗争了 他们也可以来我们这旅游呀 我们这也是对外参观的一个景区 这穿越有一点点进入了这种热带丛林的感觉 我们开始探险啦 里面会不会有毒蛇 或者是鳄鱼 或者是 我不是毒蛇 也不是鳄鱼 我干嘛要在这吓唬大家呢 我们这也应该没有这些了 然后我们这个岸边呢 就是种植的南方的植物 这个是一个荔枝形状的 它是什么作用 荔枝啊 我知道它是荔枝 但是它这儿肯定不是一个能栖的荔枝 肯定还有荔枝树嘛 哦 能够说哪是荔枝树嘛 这棵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它是木瓜是不是 就是啊 木瓜 我觉得到这儿之后能够大开眼界 因为很多水果我们经常会吃 在超市里都能够买得到 但是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些水果它到底是长在树上 还是钻在地底下 还是接在像草莓一样的这种小植物上面 有很多的疑问 我想你应该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木瓜 木瓜 对 我是第一次见 还有这个是三十六 三十六 对 现在它的结果是也已经过了 对 这个三十六结出来的果实特别香 你吃过 你偷吃过 你一定偷吃过 吃到我们还是有 好吃吗 不告诉你 下次来 一定要勾起我的那个蝉虫 让我下次再来 好的 没有问题 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不止下次来一次 应该会来很多次 每一种果实 收获的时候 我都应该来一次 对 是不是 它每次接果实的时期都是不同的 你这个月接到的 见到这个果实 下个月可以见到下一种果实 下一种果实 对 那那呢 看我眼前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微缩版的六盘山 对 恭喜你答对了 请我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六盘山吧 六盘山嘛 是我们一家最年轻的山脉之一 位于陕大宁的交界地带 看我们六盘山前面的这一座呢 就是想当年 毛泽东翻越的最后一座山 做的六盘 清平越六盘山 就是写到在他们这 是的 我们能看到毛主席的诗词在这里 对 需不需要发扬一下 我觉得我说没有特点 你说是最有特色的 来 欢迎欢迎欢迎 呀 我说嘛 就有点 没有毛主席当年写出来的那种 开始 天高涌湛 旺断南飞燕 不到 长春飞好汉 飞好汉 其实啊 其实呢 六盘山呢 是我们宁夏 乃至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胜地 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一首 清平越六盘山使他飞升海内外 对 眼前这就是虚弘山石窟了 这是认识的还挺多嘛 我识字的 虚弘山好不好 往前滑可以看一下这个虚弘山的正面 虚弘山主要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弥勒佛的全景 这一尊弥勒应该是 我看它是 这是一个微缩版的 对 它应该是虚弘山石窟的那尊最大的佛像 大概有20.8米 20.8米的那尊佛像的一个微缩版 然后在我们这儿就是微缩 这个虚弘山现在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佛教文化研究意义的一处景点 这边是 这边是云台山 云台山 云台山三峡地貌火石寨也是一个景区相当不错 其实要说云台山可能有些人不一定知道 但是要说西极的火石寨你一定就知道了 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这种地质结构 整个的山体都成为火红的颜色 因为它的地质结构特殊 所以叫做火石寨 对 是我们宁夏的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微缩景观里把这个云台山和我们的虚弘山放得很近呢 除了云台山有着独特的地质结构之外呢 因为在云台山也有一些石窟造像 它在这个佛教文化的研究方面是和虚弘山一脉相成的 所以这两个微缩景观里得特别的近 你看在两岸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植物 我猜这些植物你一定比我认识的多 但是我知道那是新人长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 蒲公英 咱们小时候经常玩到的 是的 蒲公英其实它还有一种药油的药油价值 然后我们的对面这一块也能认出来吗 这是什么呀 沙坡头的微缩景观 沙坡头啊 我看到了 麦草方格 这是我们宁夏人 也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一处经典 这个炙沙工程呢 麦草方格 也是因为它呢 可以说让我们宁夏的炙沙工程享誉全球 因为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 对我们内陆腹地的这种侵蚀 所以说目前我们如果要到沙坡头旅游的话 还能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方格的形状 对 要没有现在的这个麦草质沙障 说不定我们的中卫是已经被大沙漠 是的 一片茫茫沙海 而且这个因为这项工程呢 使得我们的包兰铁路 也可以顺畅地从这里沙漠中卫通过 对 我们进入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青铜峡 就进入了青铜峡 说起青铜峡肯定就想起了一个大雨 大雨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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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早就是我们的青铜峡呢 就是这个名也是由大雨起字写出来的 哇 懂得好多呀 不愧是导游 但是我觉得到青铜峡 一点点的 到青铜峡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这个传工的这个作用 吼上两声耗子 我就 我怎么这么 这么这么这么坏呢 老是在刁难我们的导游 没有关系了 这边108塔 对 108塔是始建于西夏时期喇叭市的实行塔群 这个塔是一山市 因为它是在咱们的荷兰山自上而下建的 它总共是12层 是每次按133 5579 11 13 15的基数 排成12列 总计108座 108呢也是佛教里的惯用名词 咱们的信仰佛教的朋友们应该灌注108科 敲钟108声 念佛108遍 无论是出于何种想法都是 就是解除人生的烦恼与苦难 是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这里滑掌也是108下 我们在这里放松心情 那在我的左手边呢 这是一处很田园的风光 大家看到这是就浓郁回乡风情的一个回族小院 那有一个回族老爷爷 你看他右手拿着这个放羊的羊鞭子 左手怀里还抱着一只可爱的小羊羔 那边应该是他的小孙子 开心地在唱着这个花儿 主持人可以也唱两句啊 哎呀花儿我不会唱哎 我就会唱那么几句 可以 还唱得不好听 没有关系 原子里长的是鹿旧菜呀 不要歌呀 你叫他鹿鹿的长着 嘿嘿不要歌呀 你叫他鹿鹿的长着 哎呦 好呀主持人 没有关系 唱得很好嘛 好硬点 一下就把我打败了 是吧 好硬点啊 他们这院子里长的是韭菜吗 有啊 有吗 韭菜 上面是有 真的是韭菜啊 绝对是韭菜 这歌唱得太硬点了 回族的家庭 然后他们门口 通常都会晒着一大串的辣椒呀 还有这个玉米呀 一串一串的 特别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景观水道 真的可以用木捕霞接来形容 一道接一道 对一道接一道 就是我还 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农家小院呢 这边我眼睛已经看到了太阳神像很醒目 所以我首先看到 像一个帅哥在关注着你 在关注着我 在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 赫安山言画呢 可以说是游牧民族的艺术长廊 那么在古时候呢 这里是吐蕃族呀 党项族 突厥族 他们这些游牧民族生活繁衍生息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往往会把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就凿刻在这个赫兰山上 所以今天就供我们这些后人来欣赏 就是一条非常珍贵的艺术长廊 你看下这块是我们哪个进去呢 我猜 我猜 我猜它就是藏兵凳 你从外表可以看出来吗 大概看不出来 所以看到这样的 它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军事设施吧 应该是在这个城市的城墙底下或者是关隘底下 开凿的一些暗道 里面可以藏兵对敌人呢 给他们出其不意的进攻 但是我们今天它再现了这个原貌之后 你能看得出它是藏兵洞吗 反正 我想象不到在这个里面会藏着士兵 为什么这一片荒了呢 这一块要种底下最著名的水道 很难想象 我以为这里都是一些花药草呀 但是没想到还会有大米 宁夏的大米也是享誉全国的相当出名 咱们种在这个岸边呢 因为咱们的河道代表的是宁夏的围索景观 就是一个黄河竹干道 种在岸边呢就是隐黄灌溉 因为黄河亦有上千年的历史 历史 我们的母亲和洋育着我们 是啊 所以放到咱们的岸边就是象征的代表一下 那就是在每年春波的时候 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都会在这里插秧吗 然后到秋收的时候再去割稻子吗 有啊 你想看这种场景吗 我想 但是我猜你一定是没有好好参加劳动的那个人 见到要劳动就溜了 没有吧 要不然怎么 我说起来 你就一直在思考呢 有吗 有在割稻子吗 有在插秧吗 因为这么一点嘛 用机子肯定是不现实的 肯定不得用人工了 这个人工嘛 那我就让别人去干吧 你就溜边了是吧 也不是溜边 就歇息歇息 小歇息歇息 我猜猜这里是哪儿 这一处景点 我考考大家 有沙 有水 最重要的是有芦苇 你猜猜是宁夏哪一处重要的危机景点呢 当然是沙 下种你奖品 有奖品吗 应该有的 应该有的 奖品就是下次 到这里 免费地游览我们的产业园 然后可以免费地邀请我们的美女 做你的向导 可以吗 好啊 像这种的 以前预约啊 等于预约的 一定要预约 那么预约怎么预约呢 通过拨打我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会出现在屏幕下方 绕了好多圈子 一定是安全的 一条小船上面乘坐四个人 然后由一位柔弱的美女来划奖 其实我觉得你每天的工作还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你是最幸福的人 因为你在这里拥有着天然的养疤 然后到处都是花团锦簇 枝叶茂盛 还有红花绿草 小桥流水 你说你得是有多幸福呀 这还是有点太单教了 希望有更多的客人来参观 我们这儿应该 多好的员工呀 实实处处不忘宣传自己的景点 好员工 一定要被评为年度最优秀的员工奖 最最优秀的 龙脯山也被称之为老龙潭 也是咱们一个宁夏的绿缩景观 想起这个老龙潭呢 应该大家都知道 《爱争梦展经》和老龙 就是西游记的一个片段 是在这儿拍的 然后大家带着想象的空间 去想一下咱们西游记相当 在这儿拍摄的地方 然后连想一下画面 应该是浮小脸片的 不知不觉 咱们这一圈的小船 就已经画完了 咱们赛上青天府的这个水路观光 也就这样要结束了 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金丝垂帘 金丝垂帘也被称之为金丝垂帘 丝滑过脸颊 就是给大家带来好运连连 祝大家幸福安康 幸福美满 和家欢乐 我们的宁夏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 怎么样非常的特别吧 从贺兰山到六盘山 再从沙坡头到沙湖 不需要周车劳顿 也不需要跋山涉水 我们就轻轻松松地畅游了宁夏 那么在沿途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不光有我们宁夏美丽的这些景点 更重要的看到了很多我们认识的 或者是不认识的植物 怎么样你想近距离的了解他们吗 当然了我们需要一位专业的向导 他就是我身旁的这位 我们宁夏著名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江戴珠老师 江老师您好 你好 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 江老师呢 目前在这里主要是负责 对这里特色的植物进行养活工作 是 江老师您就带着我们 去近距离的认识一下这些植物好吗 好 走 我带你走 嗯 你看这里头做了一些架子 然后这上头爬一些这个南瓜 它就使得这下子不空 因为热带的植物好多都是一些高达的树 所以这个呢就做了一些点缀 哦 等于说其实它就是陪衬了 对 陪衬了 这个里头你看它也有接的瓜 这是小果实 来看看 这个是熬的果实 哦 这个叫藤三七 这也是一种 藤三七 藤三七也是一种中药材 中药材 对 它到夏天的时候就全是叶子 现在呢 这刚刚开完花 到秋天 你看上头那种花碎 刚刚开完花 开完花 现在这接果实了 它的这个叶的形状 还特别像我们这儿的爬山虎啊 对 现在就是香蕉树了 铁扇公主的 嗯 芭蕉扇 这是典型的热带植物 热带植物 最近呢 因为这段时间 有这么十来天 我们的温没有跟上 所以就叶 叶都黄了 有点受冻了 香蕉树呢 实际上它生长的速度很快 很快 很快 像我们这个大香蕉 你看 香蕉成熟以后 把这个大树砍掉以后 就把小楞就长起来了 那这个香蕉长的速度非常快 你看那个小楞 如果在 从春天开始长的话 两个月 它就能长成这个大树 这边这个热带植物的重点 是给你看香蕉树 然后我们那个 那个水边上 还有一些木瓜 木瓜 一些芒果 还有这里头 还有一些那个叫 巴黎果 还有莲雾 莲雾 这都是典型的热带植物 这个叶子好大呀 夏天一定可以当扇子 扇一扇会很凉快的 江老师我发现了一个成熟的香蕉 能吃吗 可以 江老师说 这儿的香蕉比南方的好吃 我怎么表示怀疑呢 尝了再说 第一次摘香蕉 第一次 第一次品尝 这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香蕉 第一口一定是 让我充满了期待的 你闻不到味道 嗯 江老师 这真好吃 其实我喜欢这种 有一点点 对待酸甜的口感 而且它这个肉 不是那种很沙的那种 椰人的那种口感 有点筋道的那种 非常滑 对 非常滑 有点像巧克力到嘴里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不错 吃一口吧 来 这一片呢 这几棵树呢 这是台湾的那个水果 叫莲屋 哦 莲屋 这个莲屋呢 现在呢 果实已经结完了 它是春天开花 到夏天结果 今天援报会的时候 这满树都是挂的 那个红的莲屋 当心电视机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没有见过 它到底是长在树上的呢 还是从土壤里 结出来的呢 来到这儿明白了 这就是莲屋 这是莲屋 对 在它丰收的时候 应该是果实挂在树枝上 很漂亮 红彤彤的 是 肯定特别好看 很漂亮 嗯 前面那是 红果仔 红果仔 你看它最长到现在 还有一些已经变红的 小红果 就小红果 对 哎 真好看哎 这个啊 看 真好看 像一个 像一个小型的小南瓜 小灯笼 特别好看 哎 这一个 你看 真好看 红彤彤的 是小红灯笼 特别可爱 我尝一下 酸酸的 不过 在你困的时候 吃一个特别的提神 水水的 嗯 里面好像有籽 其实 它的肉很少 就薄薄的一层 然后里面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壶 看 嗯 这个水果 哎 叫什么来着 又忘了 红果仔 红果仔 来 记住它的名字 叫红果仔 巴西红果 它通常是产自巴西的 是啊 江老师 这是什么 这个叫番石榴 我可以摸它吗 可以摸一下 可以摸一下 嗯 这个皮看起来 很粗糙的样子 也是南方的水果 是啊 这个在 在这个海南 在海南 有这种水果 这个果实 就是说可以治蟹肚 哦 腹蟹 对 这里面这一部分 全是莲雾 莲雾 那到成熟的季节 这一片 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对 在绿叶之间 演映着红彤彤的果实 这个咱们就 这个从这 拍拍的对面吧 好 看那是木瓜 哦 木瓜 像是一个叶子上 它叶一个瓜 叶一个果实 但是它的叶子 你看它的叶子 一片一片挨着 所以它就长 一层一层 对 你看那个 那棵树上 特别明显 哦 那个特别的饱满 长得很多 特别明显 是 姜椒 莲雾 黄火 木瓜 就是咱们热带 里面的 温带以什么为主 温带有柚子 柚子 还有这个 葡萄 葡萄 这是咱们的温带 我来考考你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植物 嗯 哎呀 我真不知道 某种花吧 这个是棉花 这就是棉花呀 对 种的是棉桃 哦 棉桃 这是棉桃 棉花就藏在那棉桃里吗 对 这是棉桃 然后呢 你看那个站开了 哦 那个就是棉花 我们可以把它采出来吗 可以 摘棉花的时候 也就是像我这样 只把棉花采下来 是吧 应该是不会连这个花都 你看 四朵 四瓣 洁白如雪的棉花 对 这里头就有棉子 哦 还有子啊 是啊 这里头有棉子 所以你现在摘下来 哦 这儿这儿这儿 你看 这就是子儿 这儿这儿这儿 对吧 在这儿 哎 第一次见 真的是大开眼界 这一片是我们的汉佐农业区 那这个 这个汉佐农业区 你就种了一些 这个汉 汉佐的农业区 包括这个棉花 这边是高粱 还有骨子 还有玉米 这是汉佐农业区 那么这一个区域 它的温度 不像刚才那个区域的 对温度的要求那么高 对对对 所以明显的觉得 这里凉爽了一些 是 有柚子 哦 柚子 桃树 还有那边柿子树 这都是这个 温带果树比较典型的 这一片呢 这是枇杷树 这个枇杷树 你看 看这棵树 这棵树你看开的花吧 这个花从春天 一直陆陆续续一直开 但是呢 在咱们这个里头呢 就是能成活 能开花 但是做果还是做不住 我们分析啊 一个是空气湿度低 空气湿度低 另外就是咱们土壤里头 应该还是缺素 北方的这个土壤啊 但是它能成活 我看到这 后面这一定就是柚子树 对 是吧 对 这后头 这是咱们引进来的 沙田柚 沙田柚 有一股清香味 有一股清香味 这柚子很特别 就是很多水果 它在柚小的果实的时候 好像味道不是很明显 但是柚子就这么大 离成熟 可能还是要一段时间 但是柚子的味 就特别的浓郁 是 我知道了 这就是您刚才 一直在说的柿子树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我真想问问你 你就是在等我们 印象宁夏吗 所有的这个树叶 还有果实都落掉了 只有你还 依然留守在这里 坚守在你的岗位上 一定是在等候着我们 这个柿子很奇怪 在安棚里 叶子也会落掉 是 它这个温带的果树 它是 它这个周年 它到秋天的叶子 就不管是在哪 它都黄 在这个旅游区 所以就没有 没有人采它 只要正式的果子生产期 它在叶子落之前 就已经摘完了 对吧 对对 这个植物我认的 毛豆 毛豆 这个你说是毛豆 这个东西 确实它是豆柯的 你看它叫木本大豆 你看它的 木本大豆 对 你看它的 它的镜杆都是 真的很像毛豆 而且它周年生长 你看它的花 也是这个 叶型的花 这是豆柯的花 这是我们北方的植物吗 不是 这都是南方植物 南方的 也都从南方引进来 这个花好漂亮呀 看了吧 一个个就像 巨型的大喇叭花一样 特别漂亮 这个就是那个 叫曼陀罗 原来曼陀罗长这个样子 从小到大看过 无数这个武侠片里 都会讲 都会提到曼陀罗 是剧毒 对 这个花很漂亮 但是这个花确实有毒 这个曼陀罗有白的 还有粉的 也有粉的 我们这儿有粉的 咱这儿没有 咱这儿就是这个白的 其实白的更漂亮 花 而且它好像都是 羞大大的 头 头超大 微低着 这都是一些观赏的植物 老师 这个是什么 什么树啊 这个你不认识了吧 不认识 家里头那花盆里养的福桑 我们那是花 这变成树了 咱们这儿条件好 一个是这个温室里 本身它的这个温度 湿度都好 另外这边正好是 它的冬墙 光照特别充分 光照充足 所以你看那叶子 游绿游绿 对对对 就像被写过一样 而且你缠着 周年的开花 到春天 它还得还漂亮 因为你不认识了吧 你不认识了吧 你不认识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